来 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些 男女之间能够迅速拉近距离的 各种游戏能不能推荐一下 11号 像现在不是很流行 剧本沙 密室 或者说喝酒迅速拉近距离 还有没有别的 夏明宇 就是最常规这么多年 十几年 亘古不变的就是KTV 喝点酒 唱唱情歌 两个人立马来电 在那个昏暗的环境下 很好用 这是传统项目 传统项目 来 13号 我觉得爬个山 录个营什么 把朋友一起 可能比较容易促进感情吧 我觉得要到两个人都录营了 那就已经成功了 大家一起 好多朋友一起 大家一起 对 好多人一起 我觉得先认识很主要 对 先认识 还真是 现在好像比较流行的 就是剧本沙好像是 对 因为我开剧本沙的初衷就是说 现在大家普遍社交比较困难 然后身边的朋友都是比较有局限性的 但是剧本沙这个东西是 可以让好多陌生人 坐在一起 然后快速地互相去达到一个认识 社交还是说比较快一些的 但他们说这个太费时间了 我们的同事在聊这个事 我们还想去玩一下 一听 四五个小时 四个 一般都是四个小时起步左右 这太长时间了 我觉得差不多像一部电影的时间 比较OK 太早上的话 你还没认识人 不是 那比如说玩爽了 我再续一步 可不可以的 你一上来弄四个小时 我想走都走不了 19号 男嘉宾 我刚刚看到你那个BCR里面说 你每到夜晚的时候 就是会发一些情感类的文字 那你是不是有那个网络上 经常说的那种夜来飞 往夜来飞 啥夜来飞 是指夜晚到来的时候 就会开始飞主流的这种 飞主流只会往夜飞 这词我得拿本机长 刚学会一个词 夜来飞 夜来飞 夜来飞的飞 就是孟飞的飞 是不是 对 非主流的飞 我马上去把我的这个什么号 改个名字 夜来飞 夜来飞 晚上梦到了飞哥的夜来飞 彤归阳 男嘉宾发朋友圈是 目的就是希望别人来找你聊天 是吗 其实发朋友圈 我也不知道想等什么 反正就是想等一等 其实你等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是想熬夜 我也不知道在熬什么玩 我总觉得熬下去吧 他能有点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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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